好 各位企业大家好 那这晚起是1月5号进行的围甲第十轮主将战 由黑方赵成宇对战白方圣敏军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旗新位单关跳手脚 这个布局也是比较少见的 一般来讲这个小飞比较多 然后白旗挂 挂完之后单关跳手脚 黑旗三间立甲 白旗再手脚 肩冲贴住 然后黑旗再分头 之后白旗逼住 然后黑旗拆盖 那下一招旗还是有这种 比如说这个脚上碰 这个最近也是见过几次了 白旗如果搬的话 黑旗立挡下去就断 这样的话就有这种拐回 有这种旗 实战黑旗是点在左上角 然后再来一手二路飞 这也是一个套路 就看白旗怎么想 白旗如果说想 就是舍弃一点脚空 然后围上边 那你也可以这样 坚定完之后沾 黑旗爬回之后 白旗抢先手 跳一个 这也是一种 不过一般这样不愿意 因为脚还是大 实战白旗拐持 然后黑旗二路漏一个 这个就瞄着要跑脚上这颗子 但这个时候 AI的一选恰恰是白旗 这个拆过来顺便逼住 让黑旗去吃脚 然后白旗再往这尖一个 这意思就是黑旗上边二路漏的这颗子 就无计而终了 他跑是不可能跑的 白旗肯定会封住 然后左边这里虽然说活了 但是以后白旗护下来还是先手 然后脚上力还是先手 就等于说这个活的也比较苦 白旗能接受 不过这种不是常规思维 一般来讲还是跟着硬 实战坚顶 让黑旗逼住 白旗再跳 黑旗跟着跳 白旗左边顶一个 这个旗就是为了防止以后 黑旗有这个坚顶之后虎过 顶一个就相当于先手组足 吃掉两颗子 然后再把这个脚一围 白旗还是以捞空为主 接下来黑旗飞 这个旗白旗得补 那怎么补这个问题 实战是肩在这 比较的扎实 如果说跨段也能补 跨段之后 当然现在黑旗正嘴有力 白旗可以利用这里的影针 比如说在右下这里做文章 不过这样可能白旗不太好 就是因为底下这里影针 对于黑旗来讲不是很急迫 他可以就把这个子给提掉 很厚 这一厚的话 对上边的战斗都会有影响 底下被白旗拐头 其实也还好 以后黑旗还可以继续在里面掏 所以说这个旗白旗就 不用直接骚操作了 那就直接肩毁 然后黑旗再跟着跳 白旗小肩逃跑 黑旗收脚 这个步调黑旗还是不错的 一边攻击一边围控 然后整个白旗右边这半盘都很薄 下一手其实正常来讲白旗还是应该出头 他可能是担心这个地方落后手 再被黑旗来一手 这个尖顶的话 就控还是比较的损 比如说白旗是先碰在这 想这个先手安定 就比方说黑旗22路搬 白旗反搬上去 常一个白旗联络 再拐住的话 他就靠33这样去活 不过你这样下 有个问题 就是会把黑旗撞后 黑旗后的话 上边三颗子更加危险 实战黑旗挺头 白旗贴起 然后黑旗再搬 之后白旗二路搬沾 做根据地 不过下一招 黑旗下的这个游延缓 这种虎看似好像正常 但是在AI的眼中没有必要 这个旗还是应该抢这个尖顶 这个尖顶确实大 而且白旗不活 至于外边这个断 黑旗能扛得住 断上来之后 你只要二路挺头就行 白旗再断打再长 你就把外边这颗子贴住 它再长再贴 因为右边白旗以后 最多也就是翻打在这 把黑旗的这个形状搞差一点 但它还没活 而且是两块旗不活 尝这个肯定是不成立的 尝这个被黑旗打一贴 白旗就死 所以说这个立方应该下得强硬一点 反正可以形成缠绕攻击 实战黑旗虎一个的话 给白旗靠33 右下白旗就安定 接下来黑旗要着手来攻击这三颗子 如果说能把白旗攻得比较惨 那右边这个虎可能还是有点价值 如果说吃不到 也没有获利的话 那这手旗确实就缓了 实战的黑旗二路跳 一边手脚一边搜根 然后白旗碰一个 这个旗就是想多一些借用 比如说黑旗挡住的话 这里搬先手 你再尝一个 那他这个眼位是不是就变好很多 随便怎么出头 这以后就方便于作业 实战黑旗再长 然后白旗顺掉 飞出 黑旗飞风 白旗接着飞 然后黑旗沾 反正黑旗的思路呢 就是把自己走走后 然后再来慢慢的去攻击 黑旗也是不急不忙的 接下来白旗小尖逃跑 黑旗跟着再飞 这样其实黑旗也还行 左边这里还有一定的潜力 之后白旗往脚上去碰 这个就纯粹的是适应手了 而且确实是个要点 就黑旗如果说硬不好的话呢 比如说你搬 白旗反搬 你去断打杀这个脚 确实能杀 但是让白旗外边 比如说这里打一下 这个虎一下 先手 你得再断打去补齐 那直接就防住了 黑旗的一个二路脱过 以后这个地方的二路脱就没了 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黑旗外边的这一串 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毕竟少了一个后门嘛 实战黑旗选择的是长这个 黑旗右边这手虎 包括碰上来之后这手长 再包括碰脚之后再这手长 都比较厚实 反正赵晨宇的这个布局是非常强的 也有这个美工刀支撑 然后反正从这几步也看出来 他的这个起风旗也是比较的 这个属于扎实的 那长这个当然有一个弊端 就是脚上以后白旗有这种跳 就吃的不是很干净 比如说你靠下来 他在这个尖一个之类的 反正味道比较差 实战白旗继续往前跳出 然后黑旗中间靠一个 这也是瞄准了白旗的 这个联络缺陷 直接挡住的话 黑旗很明显有个冲断 这样白旗明显不行 实战白旗是先冲这个 黑旗挡住 不过还是没有解决 这个联络问题 如果说你这个先虎一个 希望黑旗沾 然后你再连回去 那黑旗肯定不会就范 这个地方黑旗肯定还是冲 蓝要斩断白旗 你上边这个冲断的话 没什么实际效果 因为被黑旗打一瞻 你拐住他一瞻 你这个头得挺出来 然后由于白旗右上角 就是刚才一系列的 这个交换没有走到 没有提前阻度 那黑旗现在还是能够 这个拖过的 所以说这样下白旗也不太行 半童话就断 打吃就断打 然后再虎过去 白旗也不成立 所以说这个旗这个尾巴是保不住了 实战白旗贴住 然后黑旗冲 这个旗反正不好连回 你如果直接挖的话 黑旗就不是打了 打的话让白旗这样拐吃回去 他可以挤在这 这样白旗三个断脸 也连不回家 接下来白旗上边点刺 黑旗沾上 然后冲一个 黑旗挡住 再打再沾 然后白旗沾这个 然后下一招要能下出来 A1的一选实在是太难了 就是按照这个惯性思维来讲 都已经走到这个份上了 那黑旗肯定闭着眼睛断 这也是实战的下法 这个时候A1的一选 居然是让黑旗脱先 往底下去拆个 这个很难理解了 这个不是让白旗以后 这个可以虎回去吗 可能AI的意思就是 他还不太好回家 比如说双虎在这 然后黑旗成这个 还可以割掉这颗子 就等于说让白旗走 他的收获也不大 然后底下这里围围 还可以保持 对于白旗大龙的整体进攻 这个思路确实比较的 这个超凡脱俗 那实战黑旗断 降了胜率 但是从这个旗的内容来看 还是黑旗主动 接下来白旗搬 然后黑旗拐一个 这个旗如果说你虎下去 就不对了 虎下去被白旗一粘 你再去立 如果说只是要脚空的话 被白旗粘这个 里面还有个双打 你得再补 然后他就可以再 往底下逼过来 又威胁黑旗的脚 然后右边随时立下去 组度的话 黑旗这一块也会受到攻击 这样就这个 让白旗 直接就有翻身的机会了 然后实战黑旗冲 白旗贴回 黑旗再往二路逼过来 然后白旗打吃 黑旗粘上 这样白旗小尖 想要活脚 那黑旗走的还是比较大局的 他的意思就是损失一个脚 然后还是要攻击外边的白旗 毕竟这里才是主战场 然后黑旗从这儿飞过来 一边围 一边攻击 之后白旗往上边点刺 接下来黑旗这手扳下的是非常细腻 这个旗如果说普通粘上的话 白旗继续逃跑 就你这个右上角就不太好去破眼了 因为你以后比如说二路透点 这样爬回 白旗粘这个 你再爬 然后白旗打一粘 它是可以完整的联络的 这样两块旗就合二为一了 所以说黑旗先搬这个 虽然说上边被白旗先手切断 然后白旗再补 这儿薄了一点 但是对于这个右上角的杀伤力就更大了 黑旗加来就使出了这手二路点 白旗粘 然后黑旗发挥 这个多搬到中间这一下呢 作用就在于现在白旗粘 再打黑旗粘上 它连不回去 再粘的话 黑旗这颗子可以跑 所以说就起到一个这个作用 黑旗下的还是非常细腻的 那实战白旗联络不成立了 只有在脚上挡住作业 黑旗断持 然后白旗靠这个 这个其实黑旗当然不能往里冲 冲的话被白旗顶 断上去再一搬 那黑旗死 所以说黑旗顶住 然后白旗夹一个 黑旗一路搬 是杀旗的这个抢手 如果说你只是这样打的话 被白旗立 那就活了 所以说黑旗搬进去 白旗打持 那随时留有一个这个 一路做结 里面是一个打结杀 那黑旗开心啊 这个结材黑旗不要太多 像中间白旗不活的话呢 外边随便去供一供 都有这个黑旗的结材 那实战黑旗先交换了 这个地方 为什么没有直接开结呢 可能是觉得这个 如果你中间不走啊 比如说以后被白旗找结材 比如说从这儿跳过来 他又能逃跑 这个路越走越宽 即使你把右上这个结消掉 再让白旗走一走的话 他很有可能从这个中间 这个地方攻过来啊 那白旗又要反攻倒算了 很有可能黑旗得不偿失 右上吃一个脚 那中间厚薄完全逆转 然后搞不好左边 也要被这个战火所波及到 所以说黑旗也是不惜浪费这个结材 也要先把这个头给走畅 让白旗的这个路越来越窄 但白旗跳之后 然后黑旗再往下贴 白旗长 然后黑旗再飞 这样确实不错 结材少了一点 但是该围的围到了 中间该走后的走到了 然后再去做结 黑旗的这个下法 还是比较智慧的 接下来白旗提结 然后黑旗先用左上角的这种 结材 因为这种结材随便找 死就死了 像中间你找不好 可能会影响一些这个厚薄之类的 左上角这个结材就很顺手 再提 然后白旗右边断 找本身结 再提过去 黑旗左上角再立 立完之后再提 然后白旗打吃之后 再提结 之后黑旗往上挤 这一挤是让白旗比较纠结的一个地方 如果说你想让黑旗结材比较少 那肯定是应该站 那也就默认黑旗这儿先手便宜了 这是起义 白旗可能不能忍 第二点呢 就是现在白旗局势不太有力 毕竟这个中间大龙也不活嘛 白旗的意思可能是觉得自己的节材比较多 以后在底下随便搞一搞 黑旗可能也得跟着走 所以说它是让黑旗的这个损失继续加大 断在外面 然后黑旗提结 白旗右边打吃再提 黑旗左上再打 多了两枚结材 再提 然后白旗右边再打 黑旗再提 白旗再提结 之后黑旗底下扳头 然后这个时候白旗就消结了 主要也是被逼到这个份上 你这个结不消也不行 大龙跟着走的话呢 这个还没活干净 黑旗有无穷无尽的节材在等着你 所以说这个旗白旗只有放手一搏 先把右上这个脚给活掉 然后对于中间大龙的话 黑旗确实也不太好杀 这个旗 如果说你成一个 把外边的包围圈给它 补的稍微扎实一点 那底下白旗还是有借用 比如说像这种靠 中间一顶 你联络 然后他再虎一个 里边已经有只眼了 就你普通封锁的话呢 他这个地方还有眼 掐二掐不了的 因为挤在这儿 白旗可以打 黑旗接不归 你如果说顶一个破这个眼的话呢 那底下还有棋 比如说靠一个夹一个 黑旗虎回家 这一打一顶 这儿要断吃做眼 黑旗沾上了这一虎 挡住的话再一尝 也能做出来一眼 就方法很多 所以说黑旗也就算了 反正硬杀也杀不掉 搞不好这个 搭上这个墓鼠 所以说黑旗直接挡在这 先把墓鼠给撑住 能不能杀呢 看缘分 反正黑旗这盘旗下的就比较聪明 这个不能杀的地方也不强球 接下来白旗搬一个 底下虎一个 断一个 黑旗打了之后 顶住 这个先手补外边的断 顶完之后白旗沾 黑旗二路搬先手 再沾一个 都是把自己补后 这盘旗可以说 赵成宇下的是步步为营 没有任何的去冒险的行为 就换句话说 就完全不浪 稳步发育 然后白旗打吃黑旗倒 底下白旗暂时还是一只后手眼 比如说以后你这样立下去再沾 这样做也还远远不够 之后白旗靠这个 接下来黑旗成 我接下来这个 AI觉得已经可以收兵了 觉得这个大龙不好杀 所以说劝黑旗粘在二路 连回这颗子 然后白旗顶一个再虎一个 就放他回家 这样黑旗可以去转移目标 优先攻击白旗左下 因为这个地方基本上白旗也应不动了 他如果说这个力的话呢 以后这样顶了这个飞全是起 反夹的话黑旗就打吃 AI觉得收受关 黑旗也比较稳 这个确实是稳赢的一个办法 那实战黑旗还是想这个考验一下白旗 先尝看看他怎么活 然后白旗中间靠出 黑旗粘 挺头黑旗冲 白旗再断 然后黑旗团在这 这个又破眼 又方便以后往里冲 这个地方白旗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接下来白旗右边跳 黑旗冲 底下立一个黑旗粘 右下角贴住 黑旗直接靠断 搞不好白旗右下角也会被波及进来 之后白旗冲一个黑旗等 断的时候黑旗再下立 不给白旗任何的这个机会 像中间黑旗这五颗子 旗金的话 因为白旗气太紧 肯定是封不住的 比如说大家来一个这个飞风 那黑旗靠一个 冲一个再夹出来 再冲再断打 长一个再打持快一起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不太好封锁的 实战白旗点方 威胁这个段 然后黑旗直接就比顶 因为你这个段 现在断上去自己起也紧 黑旗还可以从这个左边跳出 所以说暂时不怕 接下来白旗右边 搬一个黑旗粘上 然后白旗联络 因为挡住的话有这一打 打了之后然后就提回去了 就是说黑旗粘这个 然后白旗联络 黑旗在顶 之后白旗挡住 下一手棋的话 黑旗选择吃两颗子 也是求稳了 主要是你如果说直接拐出去 然后白旗中间可以先交换一手 紧这个黑旗的气 虽然说还是封锁不了 因为他底下得先补 先补的话 黑旗冲这个 那白旗肯定也不会死 因为首先他这个挡住 黑旗断 中间有一只眼 然后底下一沾 也是另外一只眼 两眼活旗 其次黑旗冲这儿的话 白旗还可以反冲过来 再冲他再长 再恰这个的话 他沾这个 等你再断 他把中间这几颗旗筋给贴死 所以说现在白旗大龙 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实战黑旗又把中间给补了 黑旗补掉的话 白旗底下提一个 然后黑旗拐住 然后白旗再沾 黑旗顶一个 白旗再沾上 这样黑旗下方先活旗 那这个旗最终还是没杀掉 不过黑旗通过攻击的话 中间也是走后了不少 而且现在还是先手 不过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在于右下角 这个牵了一手旗 所以说之前AI的这个想法是对的 就是不杀 直接进入到收关 确实也没有这么多麻烦的事情 接下来黑旗左下角二路夹 白旗立 拼命了 夹这个反正就安乐死 黑旗断打 你再补一补 这个空也没法看 立下来 然后黑旗顶了之后飞 这个旗的话 白旗如果说阻度肯定是 这个杀不掉黑旗的 比如说你挡住 黑旗可以断这个 因为你要断的话 这一拐打 然后你要长下来 这一打 外边一顶 可以反杀 你要是顶这个足度的话 那黑旗跳一个也能活 因为你这样搬进来 沾上 黑旗沾 你再挡住的话 直接往这个一路到尖 两个掩活旗 所以说实战 白旗是搬 黑旗断 然后白旗打 之后黑旗打持 白旗再提掉 扑一个 然后白旗在这个 沾上 黑旗拐持回去 其实下到这儿呢 因为黑旗右下角 这个尾巴始终牵了一手旗 所以说并没有什么优势 甚至于黑旗在 刚才这一串的操作 胜率还一度落后 那这个时候 对于白旗来说 是一个 直接确立优势的一个机会 就这个旗一定要 往左边去做活 你外边可以先跳一个 威胁黑旗断点 等他穿上一眼 补旗之后 再往脚上挡住 先把这个火掉 才是唯一节 这样黑旗右下 虎回家 然后也能活旗 对于白旗来讲 一个好处 就是现在是个先手 可以直接往上挡 再把这里再定型 那这个旗真的不好说 至于右下角 虽然说黑旗这儿 冲断先手 白旗粘 看似 看成一个先手分段 但是右下角这里冲过来 再断打白旗粘上 这个白旗还是活旗 包括打这个再冲 然后白旗再断 这个旗都是够的 都是活旗 所以说右下角的 这个死活是不用担心的 那实战 白旗判断输 他走的是挡下来 杀这个脚 那左下被黑旗飞 白旗跨断 黑旗在一班 局部形成一个打击活 而且你杀右下角是不假 这个地方刚好形成 黑旗的一个节财库 冲一个再提 这里白旗都必须跟着 所以说这个左下角的 体财针对于白旗来说 就岌岌可危了 之后白旗底下扑 再提 黑旗右边断打 再提结 然后白旗跳出来 而且下一手旗 黑旗下的还是比较细腻的 他是先在底下断 这个旗如果说你直接消劫的话 那还真的不好杀 首先白旗这个尖顶式先手 马上这里边的子要跑出来 你得挤一个破眼 他虎这个马上来威胁 黑旗的这个断 你得补 记住 他还可以在这儿去白眼 这样的话怎么看 都会形成一个打击活了 至少 而且白旗的本身截下很多 那实战黑旗下的是什么呢 他是先在底下断了一手 这个好奇 就如果说白旗去补中间大龙的话 因为底下的眼被掐掉了 你中间得沾了 要是能交换到这个 然后黑旗再消劫 白旗如果说还是这个尖顶 黑旗挤一个 就你这手虎的话就不成立了 因为你虎这个被黑旗一打 你再断上去没用了 就底下黑旗可以通过这个打了之后再 斑 直接从一路渡过 刚才这个挤也是立功了 不仅破掉白旗的眼 而且紧弃之后 这一打一斑就回家 这样白旗这个挤也可能都搞不出来 没有眼 那你要不走这个虎的话 你走上边这个虎 那还不太好活 被黑旗一打一点 这也没眼啊 打迟的话 黑旗就沾上 白旗照样不行 所以说这个关键时候 黑旗这手 这个掐一个破眼 真的是 可以说决定胜负的一手 那白旗也不敢去 补大龙去 然后 读左下角的这个死活问题 实战白旗选择的是提捷 那黑旗不客气了 中间一冲 你走这儿的话 直接一断就全死 所以说白旗只能这样反冲 然后连回这一半 然后 这一大串被黑旗活活的给割下来 白旗再去粘截 活脚 那我们来盘点一下 这个地方的转换 到底双方 是这个 转了还是亏了 可以想象一下 刚才一开始 如果说白旗不杀 黑旗右下角的话 左下角是活旗 中间也不用死 然后白旗的先手 还可以直接往上挡住 这个是刚才AI的建议 现在 白旗要杀 右下角确实杀掉了 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就左下角白旗该活还是活的 这个最多亏一个两三木旗的关子 这个可以忽略不计 黑旗获得的是 中间连同底下 这一大串的尾巴 全部被吃掉 那这个转换已经是黑旗转了 再加上现在这个先后手 直接颠倒了 刚才白旗的先手 现在变成黑旗先手 他可以往上飞一个 在这儿围控了 所以说这个转换 完全就是天差地别 白旗的这个判断严重失误 这样的话 黑旗已经取得盛势了 像上边 如果说白旗正常去二路打拔 这样收关的话 黑旗长一个 把这些残子一收 结束 白旗再无挣扎的余地 所以说实战白旗也是拼了 直接往二路点刺 贴住 要在里边搞事情 黑旗先下了一破眼 然后白旗扳这个 黑旗再断 不过这个地方 白旗也挺难办的 首先这个结 你如果说粘上的话 被黑旗外边一打 再一打 直接滚包到死为止 一气收 所以说这个结 白旗不能粘 只有扳这个 寻求一个打结果 非常的狼狈不堪 然后黑旗又下脚 这块死旗又利用上了 又变成结材了 白旗打吃 然后黑旗再冲这个 反正结白旗肯定打不过 只有被迫 从一路渡过 打吃之后 黑旗再踢结 放弃这个结针 白旗一打 黑旗沾上 基本上走到这 也就可以结束 然后白旗扳 黑旗左边刺一下 因为如果说白旗不走的话 有这时候挤 这个挤白旗挺头疼的 沾这个 还有虎一个 拐下去再断 就你走其他都没用 走其他 你比如说沾这个 沾这个黑旗一打 这儿一冲 白旗不入气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旗得沾 然后黑旗虎一下 先手 底下一靠 收受控 白旗冲 黑旗长 这个地方冲断也没用 不要看黑旗气景 冲断的话 黑旗一拐 再冲再拐 长出来的话 左边跳一个再一成 反正白旗越走死越多 这个都没起 实战白旗冲一个黑旗长 然后左边二路搬斩 黑旗上边把这个缺口一补 白旗冲一个 二路夹一个 黑旗沾上 渡过 上边打持 再往底下一走 早上就最后一手棋 白旗认输 那这盘棋还是非常精彩的 这个整盘棋 赵晨宇下的都非常厚实 当然中间也有一些 这个比较缓的棋 比如说右边这手 就不够强硬 不过总的来讲 这个步调还是在 黑旗的掌控之中 然后在底下这里 确实这个黑旗 不应该去硬杀吧 因为最终没有杀到 然后还把右下角 这个地方牵了一手棋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 已经快让白旗给逆转了 但接下来 这个盘棋军的话 出现了一个严重判断书 就是去杀黑旗的右下角 这样的话 左下先搞出来一个截针 然后截裁白旗又不够 最终只能放弃中间这个尾巴 这个尾巴已经 价值超过右下了 然后又拱手相让 这个先后手 被黑旗在网上一受控 那这样的话白旗就已经 这个完全被击亏了 好 那这番旗就给旗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旗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